竹田現在約有一萬六千的人口 但是我們的長輩很有福氣 大概我們有65歲以上的長輩 大概佔了百分之25 所以整個衛生所將來除了相關的一些 衛生所同仁的辦公公務的一些場域之外 我們還加上了長照 主要也是讓一些生長的朋友 生長的長輩有一個救濟可以專業照顧的地方 那這是一個兩棟的建築物 那外面相後續也會配合我們客家的風味 做一些景觀的一個助力 那我想會是一個非常溫馨的 可以在就地照顧我們鄉親長輩 一個很好的一個公共的衛生場域 那在這邊也要拜託公所 還有我們在地的村長 大家來協同協助 那如果有打擾到我們的鄉親的安寧的話 也希望能夠幫我們協調 那也在這邊拜託建築師跟營造團隊 如期如值 那趕快完成 然後讓趕快早日來提供我們竹田的鄉親 大家有一個可以照顧我們的 溫馨的一個衛生 公共衛生的場所